馬逢 很多人覺得丹麥的地標是美人魚 但我就觉得是风车 丹麦是全球风力发电比率 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上世纪70年代 石油占丹麦能源比率九成以上 后来因为石油危机 政府就意识到要减少依赖化石燃料 到了今时今日 可再生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七成 当中风能占的能源比率最高 大约是四成 风力发电是其中一种可再生 又不会排放温室气体的结晶能源 不过要有效地运用可再生能源 就要解决供应不稳定的问题 所以丹麦就和周边国家 连成能源联网 就可以令到供应相对稳定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风能 北面是挪威, 它们有丰富的水能 所以我们可以与它联合在一起 在大风的日子 我们可以买一些能源去挪威 然后减少买入水能 相反在风力不足的时间 但是我们就会从挪威买入多些水能 过来丹麦 丹麦政府在2012年定立了能源目标 第一阶段是在2020年 将风力发电率由现在的四成 提升至五成 丹麦有超过五千个风尺 在2014年发出的电力 占全国大约三成半 不过2015年就产能过剩 超过全国的需求四成 最后要将多余的能源卖给周边国家 要储存大量风力所发出的电 是非常困难 最符合成本效益的 就是卖去周边国家 或者就地消耗 就地消耗可以在家家户户 利用烟泵去储起能源 这位Steam先生的家 就装了个烟泵 烟泵其实是一个温度调节器 由于丹麦天气比较冷 暖气系统是每个家庭长期必备的 所以将多余的电力转成热能 住在屋里面就不会浪费了 在外面你会看到一个烟泵 它的功能是用来制造我们全家用的烟水 首先水会经过这些管 接着会流入这里两个水缸 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是大的水缸 里面的烟水就是用电力来加热 用来保持这家屋的温度 所以它不会很热 你看到它只有24度 这个温度已经非常足够了 另外这里有个小一点的水缸 那些烟水是用来洗澡的 所以会维持在大约47度左右 在2003年丹麦政府开放了电力市场 电费就变成按供求比例而浮动 在可载生能源生产多的时候 电费就会下降 Steam就会提供烟泵的温度 这样就可以用便宜的价钱 收起能源 而且烟泵比起传统的发热系统 才省到接近一半的电力 电能车也是Steam储存能源的地方 它可以透过智能电话 在电费便宜的时候帮车充电 Steam家的智能设备 是它在旧屋翻身的时候 找专人做过能源审计 才变成现在的智能家居 由2007年开始 丹麦向绿色方向发展 很多新兴的绿色企业 就因为感业萌颜 这辆货车就是其中之一 Tommy是做能源审计的 经常都会来这个车站 推销他的服务 能源审计是去检查客人的住所 还有可以怎样减少消耗能源 但是同时 我们也可以维持到舒适的生活 首先它会以一个简单的游戏 去分析客人一连的碳排放量 这个游戏的玩法 是根据个人的家居大小 平日用电的习惯 通常乘搭的交通工具 再用不同颜色的波 代表每一项的碳排放量 我因为以前做风姐 所以我都难逃一劫 应该是要放这么多个波 这个就是丹麦人平均的碳排放量 就是每年10吨 他们终极目标 就是2050年减了两吨 香港有怎样 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真的很遗憾地 我这波多得放不下 是超过12吨的 所以很多人害怕 知道了自己的碳排放量 Tommy便会介绍一些节能设备 例如这个太阳能热水器 和可以安装在长生里面的隔热物料 又或者是热泵 就可以帮家人省电了 能源审计可以帮家居节能 热泵可以储起能源 他在山浅搜索彩是 丹麥第二阶段的能源目标 讓你展示我的技術 好,我們去看看 這項新技術 是丹麥這間最大規模的 能源公司開發的 現在只是試行階段 它的特點是家居垃圾 不需要經過分類 直接送進來處理 首先加入熱水 然後加入烤素 垃圾在這個桶 混轉24小時後 就會產生這些灰色的生物液體 生物液體可以用來提煉成甲丸 再用來發電 其餘固體廢物 像塑膠和金屬就會回收再用 而不能回收的廢物 像纖維就會送去焚化發電 這個試驗性質的垃圾處理廠 暫時每個小時可以處理一噸垃圾 在2017年初 第一個處理廠就會投入服務 到時每個小時可以處理15噸垃圾 發出超過5000度電 差不多是一個香港人一年的用電量 這個不分類的處理垃圾方法 提煉生物燃料比傳統的 是可以多出四倍 因為這個方法 可以抽取垃圾裡面所有的有機物 舉個例子 一瓶用完的茄汁 通常還有少許茄汁留在膠瓶裡面 傳統的分類方法 就這樣將膠瓶回收再用 但用我們這個技術 會將酵素混入垃圾 所有有機物都可以提煉成生物燃料 連膠瓶都可以回收再用 開發這些新的轉廢維能技術 和用葉泵都是其中一些 為了穩定能源供應的方法 而成千上萬的住戶 用電習慣都不一樣 要全面用可載生能源 同時又要維持供應穩定 一些歐洲國家就開始用智能電網 去平衡供電情況 智能電網是處理用電數據的網絡 透過家裡的智能電錶 記錄用戶的用電模式 再傳到中央網絡 電腦就會分析整個城市的用電需求 因應能源的供求量 去制定電力價格 用戶就可以因應不同時段的電費價格 而改變用電習慣 這樣電力公司就可以平衡 可載生能源的供求 智能電網的好處 是市民可以自由選擇 電費低的時候用電 電力公司亦因為掌握到市民用電數據 方便他們制定商業策略 增強競爭力 而政府亦可以準確掌握到 消費者用電的需求 這樣就不需要去額外鋪設電網了 智能電網是2005年 首先在意大利開始發展 在丹麥實行的話會是怎樣呢 在丹麥的邦咸島開始嘗試實行 在丹麥的邦咸島開始嘗試實行 我想現在整艘船只有我一個傻子 站出來 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很大風 我終於明白為何他們要發展風力發電 我現在就坐船去邦咸島 它本身只是一個度假小島 但現在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因為它是全國丹麥第一個 智能電網的視點 在丹麥是丹麥東面的一個小島 島上有接近四萬個居民 是大約丹麥人口的百分之一 島上有一間電力公司 有自己的電網 電力供應相對自給自足 所以就成為智能電網的視點 就算是怎樣? 初插船讓我遇到一個賭文 他說他挺認識Smart Grid 讓我直接問他怎樣看 你好, 你期待智能電網的實行嗎? 沒錯, 我很期待智能電網可以實行 因為對於邦咸島也有好處 有什麼好處呢? 例如可以吸引到多些工程師 來邦咸島做事 又可以節省多些能源 能源還可以自由地傳送 就可以去賭運 我們 if we were אל咪 我們不見了 因為這也可以做出 我們 Simplyil Ba неп 收集市民用電數據 分析即時的電力供求比例 再制定價格 市民也可以自行調整家裡的電器 例如熱泵的用電量 或開關時間 為自己家製定合適的用電模式 Morton就是第一期 智能電網的參與者 參與的條件是家裡要安裝熱泵 試驗期間 他授權電力公司 在電費貴時 即是能源供應比較短缺時 限制他的熱泵 只維持在19至22度 到電費便宜時 也即是能源供應充裕時 他便可以自由調較熱泵的溫度 他亦可以透過電腦 看到即時的電力價格 再去設定家裡每個地方的用電量 智能電網的功能 就是用供求 去平衡每個家庭的耗電量 令本來供應不穩定的可載生能源 都可以滿足到每個人的需求 我認為電力公司和客戶 要有一個對話的空間溝通才行 因為我們丹麥的文化 是很著重溝通 我們不喜歡被人在上面壓下來 叫我們一定要遵照別人的吩咐去做 我們不想這樣 所以電力公司 我和這間屋三方面 要有對話的空間 這樣是很重要的 這個智能電錶是電力公司 贊助安裝的 它就像一個對話盒一樣 Morton用電的數據 會由電錶 經過互聯網傳送去電力公司 電力公司也會透過同樣的方法 限制它的熱泵的用電量 利用智能電網去減低用電量 再加上屋頂的太陽能板 創造出來的電力 Morton的電費 被參與計劃之前 省了三分之二 在這個計劃之下 所有人都是贏家 現在我不用 一年給兩萬元那麼多的電費 我只是用剛剛夠的電力 就可以保持到全家人生活舒適 這個計劃個個都是贏家 而且還減少到碳排放天 你說多好 智能電網計劃的經費 超過一億五千萬丹麥克朗 即是大約一億八千萬港幣 資金有八成來自歐盟 一成來自丹麥政府 其餘一成 就由島上唯一的電力公司負擔 我認為智能電網第一期的試驗 遇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我們有太多數據要處理 我們需要獲得 島上每一個客戶的數據 同時又要向他們輸出指令 我們真的要反應很快 因為電力的價格 每十五分鐘都會有變動 有上有落 但是我們要每五分鐘之內 處理所有的數據 所以我們要很快地處理 真是慢一點都不行 因為現在是在說四萬個人的數據 每日Eric都會留意未來幾天的天氣 如算風力可以產生到多少電力 如果不足夠的話 就要向瑞典邁入可再生能源來補充 即使天氣預報風力足夠的話 他都會走出露台親身感受一下風勢 這是風力曲線圖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紀錄 初時是很大風的 但是很不穩定 所以上上落落的 而且風勢很難預測 可以轉變得很突然 這裡看到原本是產生著 差不多二千一百萬瓦的電 可以突然之間跌到零 之後又很快上回來 然後又跌到零 每秒一米的風速 最少可以產生三億瓦電力 如果計算風力錯誤的話 電力公司就會有很大的損失 可再生能源雖然取資不揭 但供應不穩定 而丹麥智能電網第一期測試的時候 就模擬了一些更加壞的情況 在丹麥理工大學這裡的一間實驗室 就有一個世界第二大規模的模擬器 模擬幫涵島一旦因為天氣惡劣 令到電力供應失衡 智能電網可以怎樣應對 平衡電力系統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因為我們很需要一個既穩定 又可靠的電力系統 所以一定要慎重地處理 否則整個電力系統就會很容易崩潰 就好像在手上去平衡之不那麼難 我們要不斷去控制住 如果平衡得不好 電力系統就會不穩定 這樣就很容易崩潰 顯示器上紅色的點代表供應不穩定的發電站 當有很多紅點出現的時候 就要向其他地方,例如瑞典買電 和減低市民的熱泵用電量 一般丹麥家庭一年大約會用4000度電左右 如果那個家庭開了加熱裝置 或者熱泵 那他們的用電量就有可能超過兩倍 所以智能電網要求 可以控制用戶的電熱裝置 因為他們會用很大量的電力 職級教授跟我說 第一階段遇到的困難 是要短時間內處理大量數據 有時數據會擠塞到 令到智能電網反應變慢 那第二個階段 除了要解決這個難題 還會怎樣發展呢 我們在智能電網的第二個階段 計劃會開發一些低成本的科技裝置 另外我們希望可以令消費者 能夠隨時轉換電力供應箱 就像你的手提電話 如果… 如果你想轉用其他電話公司的服務 你只需要換手機裡面的SIM卡 這樣就可以了 而不用整部手機換掉它 雖然智能電網還是事行階段 當中仍然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 但是面對全球暖化 普及應用可載生能源是大勢所趨 減低碳排放 令到我們下一代可以有一個綠色生活 相信是我們這個世紀最大的挑戰 既然智能和減碳 最好就是從建築入手 下一集我會去新加坡和英國的倫敦 看看當地如何推動綠色建築 向低潭城市的目標進化 要做到節能和減碳 最好就是從建築入手 下一集我會去新加坡和英國的倫敦 看看當地如何推動綠色建築 向低潭城市的目標進化 按鈕 按鈕 按鈕